搞懂川普 而且現在是川普2.0 到底他的經濟政策 還有包括貿易方向 這也變成了你未來投資上 可能要依循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會不會再次掀起通膨 如果通膨再起的話 我們這一次有了之前的經驗 現在該怎麼做 你的投資商品該放在哪裡 今天我們搞清楚 今天立刻請玉衡上來告訴大家 有人說要搞懂川普的經濟學 有人把它比較當作 以前美國老總統雷根總統 因為都是要擴大內需 然後刺激經濟 看起來好像雷根的經濟學 所以有人說他學的是雷根 但也有人說他有點像甘乃迪 到底川普的經濟學像誰呢 好 其實川普的經濟學 確實我覺得他滿大一部分 跟雷根經濟學是很像 尤其是在通過這個供給側的 減稅方案這樣的特色是特別的鮮明 因為大家一般來講說 美國現在財政已經赤字很嚴重了嘛 你還減稅讓你的收入變更少 那這樣你不是稅收更少 那我財政惡化的更快嗎 那雷根經濟學是這樣 他叫做供給側的經濟學 什麼意思我通過減稅讓你們這些企業投資的更好 你們發展的更好經濟成長的更多之後 你們繳稅的總額比我減稅前來的更多 那這樣的話我透過把市場的餅做大 那我分的份額雖然比較小 但是我的總量還是變大了 就叫供給側經濟學 那川普他們這一次也是一樣 他要去通過這個減稅的思路 所以減稅這一塊 減稅的政策跟雷根的這個經濟學是非常像 那再來我們剛才凱明有提到 川普跟雷根還有甘乃迪 他們都是這個對抗另外一個強權的 指標桿的人物 所以這些很多川粉 最近開始讓他跟這些之前美國對抗 這些他們的競爭對手的強人總統 去做一些對標 做比較 對 都拿去比那個真的是封平很好 對 因為雷根他們是認為是 之前蘇聯的從冷戰中敗政下來 就是因為雷根的時期 把美國打造得非常強勁 他那時候把美國從停滯性通膨這邊拉出來 那麼希望這次川普是不是也能夠 在中美的競爭當中勝出 他畢竟開了這個中美貿易戰第一槍 所以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期待 所以減稅政策這個部分 川普的政策跟雷根的經濟學確實很像 那再來就是政府的規模與干預的部分 反而是雷根這邊更明確一點點 他主張的小政府 你政府最好就少做一些事情 少在那邊監管你的財政 不要在那邊亂花錢 讓整個市場自由的去做一些發展比較好 那川普這邊呢 他是要馬而跑 要馬而不吃草 他們要多多去做一些監管 要多多做一些政府效率部 他希望馬斯克去領導政府效率之後 可以把這些無用的這些 把他裁掉 榮源 對 然後亂花錢的 統統都有縮減預算 對對對對 所以他雖然說他一樣講這個減少政府監管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他要加強政府在關稅 還有一些產業上面的這個財富重分配的這一段 所以他又要去加強製造業的扶植 所以他主張減少政府監管部分 特別是在能源跟環保的領域 也就是說他其實對現在美國綠能政策 其實不是很滿意 其實我們以前也就知道說川普在1.0的時候 他就特別喜歡傳統的能源 可能也跟他們共和黨背後的金主是有關 傳統能源是比較有關的 所以在這一塊雷根這邊是更小政府一點 那川普這邊他的政府的規模與干預 雖然說也是有想要模仿雷根這一段 但他多了一些他的特色 就是傳統能源這一段跟製造業的扶持 要在美國製造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在財政赤字的部分 就是需要大家反而需要擔心的 因為在雷根的部分 他已經小政府了 他的減稅跟擴均的政策 雖然短期內有刺激經濟 但是美國公共災物顯著增加 所以財政惡化是避免不了的 那你川普跟他比 你還沒有小政府 你還是大政府 所以你如果沒有相對應的 缺點支出的情況下 你財政赤字應該還是會擴大 所以他來找了馬斯克做效率部長 他把人砍掉 所以不太可能不得罪任何人 你就完成這件事情 反正壞人交給他做 對 他讓馬斯克當這個 當個筷子手 那如果純靠關稅效果 其實效果是有限的 他在1.0的時候 就曾經就是打出關稅貿易戰 但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依賴更大 逆差更大 想用關稅的收入去抵消支出 不太行 差很多 對 再來經濟成長的驅動方式 他當然要保護本土的製造業 減少對外的依賴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的經濟成長沒有 如你想像中這麼好的情況 那你財政資質會惡化得非常快 因為你同時又做了大政府的事情 然後你又要減少你的稅收 也就是沒有變大 但是你收的入圍變少了 那雷根經濟學這邊 他是減稅去畫這些 通通都一起做了 經濟成長 確實他們開啟了一個美國很長的經濟成長的一個時段 所以這邊的關鍵就是經濟成長的動能是不能消退的 所以經濟成長的動能不能消退的話 有一個前提就是美聯儲要持續的降息 美聯儲要能夠持續的降息的話 那有一個前提就是通膨不能彈起來 所以我覺得川普整套政策裡面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通膨不能彈起來 就是回到能源 可是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看 好像很難壓得住 對 所以我們先來看能源的部分 就是因為川普的美油政策 他們要美國的燕油要重啟增產 對不對 那我們這時候就要回到美國的燕油跟中東這邊 其實是有利益上的摩擦 尤其是沙拉利阿拉伯 然後中東這邊本身以色列美國所支持的 跟伊朗這邊又有所衝突 那伊朗這邊跟沙拉利阿拉伯 有一個荷姆斯海峽是很重要的海峽 所以如果日後地緣政治的動盪 影響到這個荷姆斯海峽的話 就會影響到石油的供應 那之前的海灣戰爭有石油禁運 以及在一九七八零年代 那個時候的石油危機 其實都是因為這樣子的石油禁運 就會導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所以這個部分他必須要去留意 不能去觸動到他們的一個敏感神經 那在燕油增產的時候 因為傳統能源的懷抱 所以如果美國大量增產的話 會產生供給壓力 大家還記得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有一個富油價事件 有一個富油價之前 那個時候大家就常常 你知道沙國其實常常跳出來 跟美國的顏鹽油這邊開始叫板 所以你有可能會把沙國推向 中俄 伊朗這邊的一個懷抱 或是說他們OPEC會實施一些反制的措施 讓沙國跟中俄這邊去做一些靠農 現在就已經這樣了 他們已經開始說要放棄美元計價 對 沙國其實也說 有口令要用人民幣來去做一些計價 所以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有更多的籌碼 或者談判權 會讓他們跟川普政府這邊 有更多的摩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通膨的反彈會怎麼樣走 第一個 他從對內 他就趕走這個非法移民的勞動力供給 這件事情可能不會這麼快完全實現 畢竟非法移民他人在這邊 已經在這邊 你要把他趕走 還要一段時間去實現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的影響 可能會比較慢 可能一兩年之後才會發酵 那油價跟關稅推升 這個通膨的反彈 油價這邊如果反彈上去的話 就會很快了 那關稅的部分我覺得也是比較慢 上一次他在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很明顯的讓通膨快速的往上走 所以FED的降息幅度會更小的情況下 就是通膨有反彈 那這個部分的關鍵點就是在油價 那如果以現在川普的政策來講 一人油要大量增產 所以油價會先受到壓力 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中東這邊的OPEC Plus 開始有一些反制措施 那這邊就會開始引動通膨反彈 所以可能路徑是這樣 美油可能會在這一段時間 增產很多 然後加上美油又轉強 對不對 所以油價可能會比較弱 那油價比較弱 破一陣子之後 OPEC Plus這邊可能會開始去做一些反制措施 產油國反制 那麼就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危機 那我們講到FED的降息 就是美國經濟能夠持續往上的一個 這個主要關鍵原因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次其實他們叫做定調在預防性降息 那我們看以往在95年的時候 其實和98年 他們都有做過兩次的預防式降息 那個時候黃色的是美元指數的走勢 然後黑色的是FED的利率 你發現預防式降息之後 美元指數都怎樣 快速的往上走 快速的往上走 所以這一次美元指數 是不是也快速的往上走 對不對 那走到什麼時候會不行呢 到真正到開始衰退的時候 美元指數才會開始往下 所以在川普的這執政初期 美元指數比較強勢 我覺得是可以符合他們過去這個歷史的一個樣態 但是到他上去之後 如果FED這邊降息來得太慢 或是降得太少的話 後面就會變成B部隊變成衰退式的大降息 如果是衰退式的大降息 那就對債券的長債來講就很有利 但是對經濟來講就是很差的情況 所以他們希望是你雖然是預防式降息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降的稍微多一點 讓你這個美元不要強的太誇張了 那整個經濟不要有這種懸崖式的往下走 所以我們來看美元指數 如果是先強後弱的這樣子這個情境之下 那再來提到能源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情境分析跟避險 好 我們先講 油價如果受到需求減緩跟供給側壓力 會拖累去破跌 我們去觀察重點這個樣態 六七十塊附近 六七十塊 對 如果有跌破 然後形成反壓的話 就會是比較弱的一個樣子 那便宜的能源可以抑制通膨 但是提供了AI發展的空間 那剛好就是這一兩年 美國跟臺灣最需要的 這樣的話會利多科技股利空能源股 那這邊先走了之後 下面可能會再來就是中東戰士這邊惡化 全球航運這些會受到阻礙 那油價可能就會重新站回這邊之後 再往八十塊這邊去靠 那再往八十塊靠的話 高油價就會再去推升通膨 因為這樣子又是供應鏈的問題 就跟我們當初疫情的時候很像 那當然這樣的情境就是航運股跟能源股 但是就不利經濟的發展 這時候就會有利於航運股 就像現在的情形這樣子 對 但是在這件事情真正發生之前 我們現在其實在這一個情境 對 就是油價持續在這邊晃來晃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SPR會持續回補 為了幹嘛日後去做一些備戰 就是備用原油是不是 就是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之前在壓通膨的時候 一直把他們的石油儲備賣出來 讓油價往下走 所以美國其實是透過控制 他們的SPR的這一段 來去對通膨去做一些壓抑 這樣子僵局會延續 直到等待一個破口的時機點爆發 那油的話其實我覺得在台股這邊 有幾個ETF蠻好去做一些觀察 可以先期貨的話有 就直接做原油的價格 有齊交所有布蘭特原油期貨 然後有國外的有微型氣源油 那另外其實如果對戰爭有一些影響的話 你可以用黃金的期貨來做避險 臺灣這邊其實本身有槓反的 有這個007 E15L 這個接口布蘭特陣 我覺得這檔可以看一下 然後它下面帶量 我覺得這一檔的操作者 就是有在玩這一檔的蠻有意思的 今年玩得真的很兇 可以上上下下的玩 它的特色是這樣 只要有出量就是行情的轉折 蠻有特色的 你看只要有出量就是行情的轉折 有沒有 這邊上去的量 抓住這個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上下來回溯 我覺得就是操作這種商品 因為商品也有不像我們這種 個股型的 可能台子長期往上走 我們慢慢領配型 它這種就是要做一個波段 你如果這邊買了 沒有在這邊出 又回到原點 它就必須做這種波段 所以但是你把我們抓到 有出量就記得 對 它這個可能是行情的轉折 如果你在這邊買對不對 你發現走上去的時候 這邊出量 那你就趕快要走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商品型的ETF 那當然除了正二以外 它其實也有反一 那另外也有原型的這種相關的ETF 其實商品的ETF 大家雖然琢磨不多 但其實我覺得它還蠻好用 甚至你當成的觀察指標 剛好這原油的避險相關商品 黃金油價 但是拿這個接口 布蘭特正二 告訴大家操作的一個玩法 不見得知道這個方向是上還是下 但是如果看它出量的時候 可以去留意一下 知道它的進出點 是不是要轉折了 反正你也不是這邊看多油價 看空油價 那我們最後來給大家做一個 重結 就是川普經濟學影響 有的部分一時可能會有這個攻擊的過剩 但是長期化會讓這個地緣政治激化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短空長多的概念 長多 對 重點是長多 沒錯 那美元的部分 因為一時的減稅 會讓有這個吸金的一個效果 但長期來講財政惡化 其實是長空 所以美元現在強要小心 對 所以它可能強一陣子 強到最後派對 對 強到你這個 他沒有辦法持續延續的時候 或是財政惡化一直被警訊的時候 那其實美元就開始落下了 了解 那對黃金來講 短期因為美元強勢的關係 所以他開始會比較弱 但是長期的地緣衝突 其實就是所謂的一個長多 因為這件事情 如果你把黃金跟股票比起來 其實他漲幅從很久以前到現在 他也是跟股票一樣 持續往上走 一直漲 對 那再來最後就是美債 大家降息 其實有利的是短債 因為短端他很容易往下走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直律曲線的那個圖 那之前倒掛的時候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趨平之後下一步會變成這樣子 慢慢會往這樣子的方向去走 所以短端會往下走 但是短端大家短債ETF 可能買比較少 也比較少人去做短端的期貨 但長端的部分要留意 有可能是會慢慢摔位往上 所以這個部分 要看他日後的通膨的一個表現 以及美國的債性的一個問題 回到剛剛那一張 看到這樣的話 就是代表降息有利短債 所以如果短債的話 比較明確的方向 你可以用短的短債的期貨 來去做操作 因為你用ETF的話 價格價差其實不大 但是他就是跟巴菲特一樣 就是收這個利息 直律曲線的修復 這個肯定持續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那長債當然受到 信品的壓力 跟未來通膨的影響 波動比較大 就比較難去判斷他的方向 了解 好 最後川普經濟學的結論 告訴你 長多長空的商品 有哪些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謝謝月恆 請月恆回座 那一樣的 待會回到現場的說 講到了就是巴菲特爺爺 到底最近 為什麼一直把現金抱在手上 有人說他算一算 現在抱在手上現金 高達十兆臺幣 他要做什麼 那今年其實有些商品 很強很夯 剛剛提到的黃金 但最近有點變化 甚至今年有很多人換日圓 跑去日本投資 那這些最香的商品 明年呢 怎麼看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